一名国会职员因为确诊新冠肺炎 昨天在吉隆坡中央医院病逝 他在出现症状前的两个星期内 没有接触到任何国会议员 根据吉隆坡及部城卫生局主任巴兰 今天发出的文告 有关职员是一名54岁的男子 他这个月3号出现发烧和咳嗽的症状 8号进行治合霉炼反应检测 随后确诊为第四阶段新冠患者送院治疗 初步调查显示 这名职员的活动范围只是住家和工作地点 出现症状后便没有前去上班 当时还没有确定有关职员生前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目前还在鉴定感染源头 而他的四名亲密接触者目前在隔离中